还被混世魔王疯狂套路 输掉就要惩罚一个吻 可当他的嘴贴上去后 男人却猝不及防地转头 多谢款待 气得阿丽亚直接扇过去 哪还管他是不是皇太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是恶作剧也太过分了 你不会 是真的喜欢我吧 有理暧昧地凑近他耳链 你才发现吗 阿丽亚作为皇太子护卫队队长 每天的工作却是被大魔王欺负 这波队长 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可正因为有你们守护着帝国 我们这些百姓才能安心生活 大家伙都打心底感谢你们了 听后阿丽亚心发怒访 第二天他整理好情绪 怎料刚开门 就被飞机爆头 早上好 皇太子殿下 混世大魔王笑得十分得意 耶 精准命中 阿丽亚强压下怒火 你想飞到什么时候 能去别处玩吗 有理无私继续折着纸飞机 他也不想 这不是身不由己吗 那真巧了 因为某位殿下善离之手 导致我的工作量暴增 这活我也不想干嘛 那不是好事吗 不用被骂成国家的蛀虫啊 反正骑士团里也没人能赢他 护卫队的班随便排就好 阿丽亚忍无可忍 这是为了防止您逃跑的对策 还请陛下干点证事吧 过几天就要公布太子妃候补名单了 您都看过了吗 他偏向纸飞机 发现上面有字 展开一看 正是太子妃候补档案 玩腻的有理无私走到火炉前 去吧 走你 吓得阿丽亚一百八十迈狂奔 您在干什么 快住手啊 殿下 却终究是晚了一步 此举期的皇帝哭成了孙子 你都已经二十八岁了 干脆就定着孩子吧 现在立刻马上去见人家 我不管 我要见到我的孙子 看父王在皇位上撒泼打滚 有理无私嫌弃的皱眉 所以才说老人家麻烦 他一把搂过阿丽亚 我的好队长 请守护我逃离这郁闷的现实吧 女孩回答这是皇太子应尽的职责 他戳了戳对方的脸寄道 真的吗 可是我要跟别人结婚了 那太好了 请您快点成家吧 你认真的 阿丽亚用力推开胳膊 没错 只要太子妃真心为国着想 人选随意 听到人选随意二子 有理无私这才放手 那好吧 他决定结婚了 父王又乐了 眼神里透出大学生般清澈的愚蠢 此话当真 二人小声密谋完 陛下就直勾勾盯着阿丽亚 哪只来 立刻把文件送达一回 听到议题相关皇太子妃 所有大臣全体起立 只需一秒全票通过 第二天 刚上班的阿丽亚看向公告 经皇室及中央议会决定 由理无私和阿丽亚婚约成立 当事人愣住 你 回去的路上 他见人就秒 涌出的杀气弥漫全身 刚开门 就收到了全团祝贺 恭喜队长 李华扑面而来 骑士团成员欢呼雀跃庆祝着 你们这是 酷梅老泪喷射 他实在是太感动了 没想到当年收留了他的殿下 居然和队长订婚了 阿丽亚让他冷静点 这只是殿下的恶作剧 可这件事已经传遍了 现在城里都在讨论二位的婚事呢 阿丽亚面目猙獰 那个阴险狡诈的魔王 粗梅接着补刀 两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天造地设个头 啪的一下 粗梅口吐灵魂 再下到了那个世界 也会为殿下和队长祈祷幸福 众人急忙把魂往嘴里塞 你太夸张了 队长请您快点察觉吧 这世上能驾驭殿下的只有您 而能与您有来有往的 也只有殿下了呀 阿丽亚不信 说什么傻话呢 随后留下翻白眼的粗梅离开 他和那个没心没肺的婚事大魔王 到底哪里配了 比他擦肩而过时 王太子突然扑到他耳边挖了一声 取走阿丽亚头上的树叶 走路发什么呆呀 在想什么喜事吗 此话刚好撞在枪口上 他一个侧身躲开了手刀 脸上的笑容却愈加兴奋 亚亚又进步了呢 心情不错嘛 阿丽亚拿出那张公告 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平时也就算了 这次的恶作剧有点太过火了 要是被国民们误会了 有礼无私指向印章 看这都是真的 阿丽亚再三追问 不是说要和贵族家的千金结婚 可你说了 太子妃 人选随意 他用着暧昧的语气和笑容 终于撼动了亚亚那颗钢铁直你的心 别胡闹了 您是认真的吗 他秒答当然了 谁知亚亚像的机器人似的 对不起是我的错 请您收回成命 受不了了 干脆在这 他拔出剑 却被皇太子轻轻按了回去 等一下等一下 既然你这么不乐意 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父皇他老人家正在信头上呢 说要举国版一场盛大的婚礼 时间定在半年后 你逃不过去了 比赛内容不限 在婚礼之前 只要你能在任何世上赢我一次 就取消我们的婚约 阿丽亚两眼一当 在任何世上赢一次 虽然殿下是个混世魔王 但也是个绝世天才啊 身为皇族 五岁就拔出了圣剑 被誉为天才圣剑士 学问也好 艺术上的造诣也罢 无人能出其佣 比什么赛才能赢啊 怎么 没资讯啊 还说自己试的剑士呢 被狠狠拿捏的阿丽亚迎战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训练场上 二人打的你来我往 台下的观众看爽了 阿丽亚命他们去工作 但他们今天休息夜 皇太子打着哈气 还打吗 当然 他向前快速冲刺 要是在这里退缝了 就不配成为剑士 冰刃碰撞的瞬间 男人丝毫不占下风 一气中逼将其反弹回去 怎料物伤到房野 所有树干从他头上落下 沙内间局势扭转 皇太子将他拉进怀里 仅用一剑挥出八道阵形 将所有木头切成了碎血 真是的 被打断了 这算是我输了吗 阿丽亚有自知之明 是他输了 男人呵呵一笑 是吗 听到动静的皇帝飞奔而来 你到底还想破坏皇宫几次 尤里乌斯带着他把腿就跑 终于甩掉皇帝后 阿丽亚生无可恋 要血剪头了 这回真诚共犯了吗 皇太子则相反 很开心吧 开心个鬼 他缩成一小团抱怨 世界怎么还不毁灭 男人弯腰点了点自己的脸 亚亚茫然地抬头 请你往这来个热情地吻 输了得惩罚呀 亚亚不承认 刚刚没说有啊 你也没问啊 不可吗 堂堂见识说话不算话 真没担当吗 单纯的阿丽亚很快就上头 行了别说了 我接受惩罚还不行吗 不就是在脸颊上亲一下 看着女孩主动地凑过来 尤里乌斯期待又隐忍 二人贴近彼此 亚亚点起脚尖 揪了一下 便发生了开头那幕 于是阿丽亚第一次失眠了 这下再哪都能秒睡的优点都没了 他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当真 那个混世魔王只想着好玩 才不管对方是谁 太当真了只会吃亏 赶紧忘了吧 但一闭眼 就会想起昨日的画面 亚亚老脸一红 这是队员跑来找他 为了不被看到 他紧急就险 让自己灌成了落汤机 殿下又闯什么祸了吗 这次倒不是殿下 这边的尤里乌斯 正走在去找亚亚的路上 身后就突然跑过一阵风 快救我混蛋儿子 头次撞见父王跑成了松鼠 阿丽亚腾空一跳 完全没注意到前方的皇太子 糟了 殿下快闪开 这大好的机会他怎么能躲 衔接360度大旋转 亚亚稳稳地落在自己怀里 从天而降的未婚妻 话说一半 就被愤怒的亚亚堆了回去 请别碍事 快点放我下来 皇太子生平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魅力 我昨天说的话 你一点也没受影响 亚亚像只暴躁小猫疯狂挣扎 老虎跑了 正叼着陛下的屁股呢 给快点营救陛下 听后皇太子依旧泰然自若 决定了 下一场比赛 下一秒 大帝传来剧烈震动 虎虎转头一望 有个鹰鬼疯狂朝他跑来 原来他们堵谁先抓住老虎 虎虎一个牙歪 皇帝就顺着惯性头巢地飞了出去 皇冠谈停 人在于委稳 三次翻滚后才被阿丽亚接住 殊不知大孝子满眼都是老虎 目光坚毅 脑里想的满是什么惩罚好呢 驯虎第一步 与他对视 有礼无丝面无表情 带他张开虎口 被断的虎牙也露了出来 他抵住脚跟一战 虎虎吓了一跳 眼神中饱含冰冷的杀意 如远古巨兽般朝他步步走来 对方伸出手时 猫猫一动不敢动 怎料等来的不是巴掌 而是轻柔的抚摸 对不起啊 受苦了吧 他跟亚亚一样 从炸毛虎变成乖乖猫了 像你这种 将自己的骄傲贯彻到底的家伙 我不讨厌 即使力尺被折断 被胡伦送进牢笼 你也想用自己的力量 闯出一番天地 很厉害 这难免让亚亚想起了往事 他走过去绍兮力政 会错意的男人将手放在他头上 左右摸得不停 他痛扁闲猪手 你干什么 皇太子可怜的揉揉手背 你明明一脸羡慕的表情 谁羡慕了 他只是在想 为什么会不上班 还得来处理这种荒唐事 就这样 我今天休息先告辞了 尤里乌斯呵呵一笑 真的是不好惹呀 不过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刚刚 可是在比赛呢 他挽过他的脖梗 手上拿着一条红色丝带 这次的惩罚并什么好呢 二人的眼神极限拉长 他哼得一声打扮暧昧 抓住皇太子的头发解开束缚 尤里乌斯揉了揉额头 真是个野丫头 这次就到这 惩罚内容就敬请期待今晚吧 压压一脸警惕 期待什么期待 简直无妄之灾 怎料打开卧室门后 惊呆了老铁 与仆们在他屋干啥呢 他迅速撤回 确认房间是自己的后 更是疑惑了 请问 大家不给他任何机会 眨眼间房内只剩了张床板 想起那个魔王的话 他哼得牙痒痒 什么鬼 自己被赶出家门了 怒吼声传遍整座府邸 滚蛋皇子啊呀 另一边 皇帝美滋滋 过着一人一虎的幸福世界 他半夜赶到皇宫 询问皇太子的下落 由你男主掐准 时机闪亮登场 找你的王子有什么事啊 甜心宝贝 亚亚顿时心理不适 这是什么角色扮演吗 硬要说的话 我扮演的是景夜 来偷新的怪盗吧 亚亚看他病得不轻 明知又是唱的哪一出 由李乌斯叹气 真不解风情 为了这出 他可是特地换了身衣服 你的房间就在前方 二人走进一间 180平好花卧室 这次的惩罚 就是从卧室搬到这个房间 亚亚满脸问好 晚餐会送到房间 日常杂事都可以交给女仆们 住得愉快 就不打扰了 亚亚待在原地 突然窜出两个女仆 亚亚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怎么回事 这可是那个混世魔王 肯定没安好心 千万不能 要以轻心 静等五秒 居然什么都没发生 既没过来捣乱 女仆们甚至把衣服都洗了 这叫什么惩罚 分明是奖赏吧 他闭上眼睛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片刻后 一道黑影打开卧室门 来人轻轻地落脚 手里端着火烛 他俯身爬到亚亚的上面 细致地端向着他的睡脸 就这样盯了许久 女孩睡得喷喷香 这么没有防备心 可不好啊 即便男人压上去 亚亚也没有醒来的迹象 随后他伸向一旁的火烛 千万有光亮 还睡得太死 连被大魔王钻了被窝 都还以为是在做梦 早上好 昨晚睡得还好吗 他眯着眼睛说好 下一秒又钻入被窝 原来是在做噩梦啊 即便男人凑近耳边吹气 还想进行昨晚的后续吗 也被他一掌轰了出去 看着裂开的墙 尤里乌斯挠挠头 睡着了都这么大力气呢 也好 至少没有害虫能近身了 在此期间 他为女孩泡了杯早茶 亚亚刚睁眼 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就到嘴前 随后迷糊糊地坐起身 起来了 亚亚自然地接过茶杯 此时表情还猛猛地 感受着茶杯的温度 好暖和 尤里乌斯顺势坐上床 是啊 很暖和 摸了摸亚亚的头 女孩这才反应过来 终于睡醒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听他说昨晚 傻白甜亚亚第一时间想的 却是自己身为护卫队队长 居然没能察觉有人入侵卧室 当然除了殿下 换了其他人 我都是第一时间注意到的 此话让他甚是满意 说得很好 亚亚没懂何意 他却跟狗皮膏药似的 继续粘着自己 这时窗外传来 最后那个绑架案 有哪个队接手了 据说绑架团伙 团伙背后有别国势力 骑士团也不好出手 目前受害的平民甚多 不到一分钟 阿丽亚就整装待发 杯子放着就行 我回来洗 真是的 昨天不是说了 可以交给女仆们吗 走前 亚亚回声道谢 多谢款待 您泡的奶茶很好喝 有理无私愣住片刻 表面故作矜持 实际早已心花怒放 真没办法 自己也久违地努力一下吧 国王直属骑士团全员出发 一路上风光无限 下头难见此嘲讽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根本是废物聚集地吗 而且队长还是个女人 说完他已有取死之道 阿丽亚叫他们住手 清理垃圾不是我们的工作 另一边 人贩子们半场开香槟 绑架了不少女性贩卖 他们仰仗的大人 让骑士团们束手无策 以权力为毕翼 烈士国法的奴隶伤人团伙 专以平民为目标 各国都不愿惹祸生身 这群人奸诈狡猾 典型的大恶人啊 压压不解 非得这姿势吗 此次没有作战计划 你们最近也憋屈够了 去大闹一场吧 团员们顿时兴奋雀跃 听好 一个也不准漏了 阿丽亚长叹口气 要出什么事了 他可不管 尤里乌斯趁此机会打倒 要比一比谁打的人更多吗 压压瞪了回去 这是在工作 开玩笑的崩 成员们用猜拳来决定出手顺序 在团伙不亦乐乎时 大侠正义领员的持剑走来 一跃而起打了个招呼 请各位多多关照 一剑踢开三名大汉 骑士团的诸位突然出现 打他们一个粗不及讽 独眼百发百中 搂头救鸟 尤里乌斯在战场中央鼓掌加油 你就是老大 去死吧 杀内贤 男人就被阿丽亚削去了上半身 紧接着紧握剑柄 将长剑缓缓举高 赤色剑芒包围了周身 见他们将奴隶团伙捉拿归案 男人再次出言 睡惊小偷们回来了 敬礼 傻逼 那可是皇太子专属 帝国最强骑士团 皇太子夸赞道 动作还是那么利落呢 毕竟武力是他唯一的优点 殿下 我决定了 要用剑与您一决胜负 尤里乌斯略有惊讶 那你可要加油啊 为此 得先去会会 那个男人